目前 沃省已进入春季防火关键期 为了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各地扎实做好火灾防范各项工作 多挫并举 助劳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为了提高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协同作战能力 大连和锦州两地相关部门举行森林火灾铺就演练 在大连金浦新区 自然资源 应急 森林公安 森林消防 航空护林等部门在大黑山森林公园演练模拟大黑山突发火情 火情发生后 护林园立即向金浦新区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报告火情 多部门协同前往现场 最终将火灾扑灭 锦州市一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部门演练设置队伍集结 器材物资清点 通信应急保障 灭火战术应用 重点目标保护等内容 采取实地 实装 实战的形式 重点突出了力量多元化 实战联动化 处置专业化等特点 盘锦市林诗局联合公安部门开展野外火源治理 护林防火巡查 落实森林防火的各项工作 抓好火源管控制定预案 加强督促检查 做好应急预案演练 提高半转业化 森林消防队员综合铺救能力 和应急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 各负弃责 一旦遇到火情 及时出击 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葫芦岛市应急救援机动大队始终兼持24小时全员驻勤备战 将日常训练与应急火灾铺救相结合 每天都组织大队成员深入山区林地开展寻防寻控 做到灭火机不离身 通讯器材不离手 工作人员不离港 清明节即将到来 国网本锡宫电公司加大队祭祀场所的巡查力度 通过现场宣传微信微博平台大力倡导告别陋习文明祭祀 梳理输电线路防控山火重要区段 制定有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 提升群众扩现意识 通过宣传提高百姓的防山火 防外破 保护电力设施的意识 希望大家在生活农作中关注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在傅蒙县大阪镇 森防人员对进山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除了在邻区入口处设卡 对邻区内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外 傅蒙县还落实县乡镇村森防队员四级网格化管理 成立了144个临时检查站 责任落实到人 此外 傅蒙县建立了森林草原资源监测中心 在全县重要山头地段 安装高清视频监控摄像探头18个 覆盖全县18个重点邻区 并且成立了35支森林消防专业队 确保森林火灾隐患 做到早发现 早消除 早解决 本台综合报道